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欧洲的瑞士信贷现在已经确定瑞银 瑞士银行要来并购了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会不会划下据点 昨天欧洲股市开低走高 收盘都大涨1%多 可是瑞士信贷它的股东已经下翻了 昨天瑞士信贷股价大跌55.74% 现在价格已经剩下0.8232欧元 今年最高还有3块3 现在剩下8毛钱而已 那昨天美国股市的部分 银行股稳定下来了 银行股没有再跌了 可是第一共和银行昨天又继续崩跌 第一共和银行昨天又继续跌47% 现在股价已经剩下12块钱而已 今年最高还有147 现在已经剩下12块钱 那个每天40% 50%的很可怕 所以欧美股市那种没有涨跌幅 那跑起来很可怕 那台北股市有10% 反而对投资人还是个保障 那第一共和的问题也渐渐快落幕了 你看现在第一共和跟瑞士信贷 股价在拼命杀 其他公司已经完全不受影响了 昨天美国银行股普遍是平盘 半导体股普遍是上涨 那特斯拉昨天涨了1.73% 那这一次美国跟欧洲的银行出问题 台湾受伤其实是影响有限的 那包含瑞士信贷 昨天调查出来的结果 国内的银行也没有投资他们 那些高风险的债券 所以台北股市在这几天的行情里面 300点而已 300点里面 咱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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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 因为和伤可没关系 既然根本没关系 有惊无险 大家受到国际整个 哦 氛围的影响 难免会担心害怕 可是跟我们没关系 你就不用怕嘛 你只要记得 我一直跟大家讲的 养成买底部的好习惯 养成买底部的好习惯 不要去队管 当大盘方向还没结束 你就找个股 一直买底部就对了 目前市场都在等 美国联总会的利率会议 开完之后 到底这套升一码 两码还是不升 我个人认为机会都有 我个人认为机会都有 因为银行出问题 所以很多人在情感上面 希望一码就好 甚至于不要升 那是因为大家的期待 银行出问题 希望联总会不要升 或者最多升一码 那是你自相情愿的想法 那升两码有可能的原因 是因为欧洲上礼拜 才刚升两码而已 而且主要的国际机构 也建议各国的央行 以通膨为主要考量 所以有这层的原因 所以升两码还是有可能的 不排除还是有可能的 那如果真的升两码的话 那就是利空了 如果是升一码 那就是中性 如果不升息 那就是利多 所以今晚上开始联总会 两天的利率会议 开完之后 就会发布了 到时候发布完之后 就会有一个单边的行情 那台北股市的部分 目前水到渠成 就差最后的消息 黄金交叉也出现了 所以到时候如果 发布出来是不升息 那就有机会往上冲 可是如果发布出来 是升两码的 那要小心 有些股票该卖 你要会卖 有些股票该卖 你要会卖 那现阶段整个行情 还是属于相对稳定 找底部的股票 继续买就对 继续买就对 那台积电联电日月光 这种已经走那管了 这几档个股如果没有退 那相对大盘的部分 你也不用安 你也不用担心 这个是多头的指标股 那联电空担已经四点了 对不对 这个礼拜空担全部要回补 礼拜有空担全部都要回补 这已经没机会了啦 早就能说 不要放空做多就对 做多就对 你随便做多 20% 30%随便你赚 你要放空被告 我也没你办法 是不是 假厉 真的假厉 那日月光也是啊 随便买50%的行情 你要赚个30% 40%都没问题 现在筹码最集中 反正到这里来 不建议大家再去追踪 涨那么高的股票 财报在最后两周 全部都要发布完毕 三月底 所有去年财报全部都要出来 那这里面除了要在底部的以外 要舍得高配息 跟股东分享利益 同时兼具高值利率 只要符合这几点 股价一定会飙 跟指数无关 所以你在选拨上面 找高获利 低本益比 高配息 高值利率 找这就对了 找不到就找零的宴 找我找我就对了 我只买底部的股票 你看我之前送给大家台信科 2月6号送台信科 有没有 台信科就符合这样的条件嘛 我送给大家的时候在这里啊 还在十几块钱啊 财报发布完之后 就一路喷出去了 所以不是财报发布了 你看到再去买 那就没负啊 你要事先就预判 事先就卡位 等到数据一发布喷出 你就赚到钱了嘛 别人就帮你抬交了啊 是不是 一样化葫芦 一样化葫芦 帮你像真顶 舍不得配 对 润态心润态权 这个都舍不得配 你赚再多都没有用 对赚再多都没有用 你不愿意把利润 跟股东来做分享 你贪过多钱也没败啊 对 你贪过多钱也没意义啊 没有人想要当你股东啊 因为当你股东没好处嘛 对不对 所以我上个礼拜 跟大家讲这只股票嘛 要像这只股票这样 总财 赚9.8 哦这看几六 然后北比 才四倍 尤其公司配了8块2 这么大方 殖利率24% 所以就一股难求啊 我们上礼拜四 因为礼拜三不可能买到嘛 一开一个价格 涨停挂进2万多张 那没关系啊 那没关系啊 礼拜四 可以上车的时候赶快上车啊 11.7买 对不对 第二根 第二个开高就近得去嘛 9.8的EPS 北比四倍 高配息 加高殖利率 这四项结合起来 这四项结合起来 但今天总态是跌 跌就跌有什么关系 跌就跌有什么关系 四个银而已 对不对 怕它不多跌一点啊 怕它没跌了 中国票有跌都是缺 有些来都是买 指标偏高 所以短期这里要洗要震 如果蹲下来的时候 要紧急 本预比到四倍而已 跟它同类型的公司 本预比都八倍到十倍 它竟然只有它的一半而已 所以你不用担心指数的问题 从个股出发 找这种赚大钱 低本预比 高配息 高殖利率 你如果找不到 就来找你那些就对了 找不到就来找我就对了 你看我昨天 这演讲会里面有讲的 掌开盘楼目的 当天差点快涨停 赚7.48 本预比五倍 配3.5 殖利率8.3% 大底即将完成 大底即将完成 就才是这种的啊 这支三个股票给我们知道 有来听讲也知道 你没来听讲就没法赌了 对不对 今天支支股票又继续冲出去 又继续冲出去 对双红长大气啊 双红我在 双红研究报告也是有送给大家的啊 2月13号也有送双红啊 对 收敛 相形收敛 获利创历史新高 我用程中 第二部的股票贪大钱的 业绩烂的我还不会送你了 对不对 不符合人类人个性嘛 你看今天双红楼大涨一根了 又一只啊 连双两天啊 是不是喷出去了啊 所以喷出去了 两菜啊 所以你要在行情还没发动的时候 你就要开始买了嘛 我待在这儿送人的嘛 你随便你要买160买155都买得到嘛 现在180啦 至少20块钱 你就赚得到啊 你买160买155都买得到 买160赚20块钱 买15赚25块钱 啊刚开始而已啊 刚开始而已啊 刚破平台刚开始而已啊 我是不是专门赚总得没股票 而且都是好公司 我的人是很进牌啦 我都很正派 我不会推荐烂公司给你啦 那我也不会骗你 专门找那种涨幅很大的 拿出来讲 好像一付你们赚很多钱一样 那事实上 有没有做 没心自问嘛 对不对 那林德远专门找这种 还没涨的跟大家讲 讲着讲着 让你看到整个大涨过程 完全都是正枪实弹的 我节目都是正枪实弹的啊 我今天有一支股票 要送给你们啊 这一张 这一股票会送你 这份研究报告 这一家公司 去年每股获利 年成长73% 年成长73%哦 创历史新高 整整整理了六个月 都没上当 跟他同属性的公司 最近涨幅已经到快接近一倍了 涨了八十几% 而且跟他同属性的公司 北比都已经二十几倍 他的北比只有十倍而已 国内第一大厂 全球第三大的公司 竟然六个月都没有动 获利还成长73% 跟他同属性的公司 已经涨了八十几%了 本一比已经二十几倍了 所以这档个股 到时候这两天 只要紧接一冲出去 搞不好又是一个 30%的行情 搞不好又是一个 30%的行情 今天这份研究报告送你 想要索取的 你可以打我们的索取专线 02-2392-3988 02-2392-3988 索取这份研究报告 希望这份研究报告 在三月份最后两周 能够帮大家再赚一个 30%的利润 大家进来索取 特斯拉最近休息一个月之后 即将又要开始动了 最近指标也修正差不多了 昨天特斯拉涨了1.7% 已经修正差不多了 又要开始了 所以电动车概念股爱注意 冒联 这波修正下有落去吗 我们对矩点开始讲的 拉回景线回撤 黄金交叉出现 尤其接下来办现金增资 办现金增资的股票 都会扣一波再扣 拉一波上来办现金增资 所以最近冒联要特别注意 280如果再站上去的话 整个气势又开始动了 对台办 我们这台办 有算吗 还没开始涨就跟大家介绍了 还没开始涨就跟大家推荐了 一个月时间标了38% 我知道很多人有赚到 赚到就赚到 有什么关系 对不对 不怕你跟啊 我的股票不怕你跟 我的节目公开讲 不怕你知道 甚至我就要让你去感受 我们选股的逻辑 我们大会员操作实际的情况 买底部你要赚30% 50% 都赚得对 那气管怎么会购一下 你看你如果不卖今天台办105元 是不是很可笑 对 台办涨高了 强貌还没涨 台办创新高了 强貌还在底部 所以顶礼摆对你们讲的时候 强貌还有67 68 昨天直接开到74了 整买底部 你就能够再继续赚30% 50%的行情 电动车100多家 未来10年10倍数的行情 未来10年10倍数的行情 所以你不见得一定要 是各行各业都要嘛 把有限资源集中在 电动车相关族群的个股 来回走 百多家轮流走 赚不完的钱啊 就像地保一样 也是要不去就开始讲啊 你就掌握类似这样的顺序 底部的先做 涨高不要碰 等它下一次再修正 底部再进场 那这样30% 50% 30% 50% 长期下来 搞不好未来10年 你就赚10倍的利润了 对 因为电动车有这样的一个梦 有这样的一个远景 对不对 光是电动车 刚才你股就百几只啊 还有哪些股票 接下来年报发布出来之后 会有喷出去机会的 还有哪些股票 财报发布出来之后 有喷出去机会的 条件都一样啦 要赚大钱 低本一笔 同时公司高配息 具备高值利率 今天这支股票送给大家 去年获利创历史新高 成长73% 同类型的股票 最近涨幅80%了 本一笔20几倍 它今天才涨第一天 整理了六个月 今天去头一天的 今天去头一天的 接下来颈线一冲出去 底部一完成 后面缓射过来 30%的行情 甚至于50%的行情 想要索取这份研究报告的 打02-239-239-88 02-239-2-39-88 祝您操作顺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你赢订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